因為如果像這個就是很 機器已經很好 很飽滿了 已經整個 已經幾乎整個殼都試了 肥美仙科比拇指還胖 黃怡辰靠著這道菜 在台南各大夜市闖出名號 台大碩士返家擺攤 原本只覺得有趣 從沒想過旁人眼光 他們真的會覺得說 你這個以後不聽 你畢業出你以後 就只能在白夜市而已 他就這樣講 但是我們也是笑笑的 對啊 我們 其實叔叔做夜市 還要賺很多錢喔 夜幕降臨前 黃怡辰趕著上工 擺上最新的海味 就等客人上門 麵本身要Q 不可以煮太多了 好 妳好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 這蚵仔是我們是一樣的 北部吃法 湯湯水水 黃怡辰的蚵仔麵線 就像從媽媽廚房端出來的料理 那龍膽石斑魚肚 是本身我們就滿喜歡吃的 炒點小辣 是我們這邊滿多喝酒的客人 他會點的 因為都是我推薦給他們的 大海鮮甜都在盤子裡 洋洋灑灑的菜單隨季節更快 是他經營餐廳九年來的新鮮 頭雞肉從夜市擺攤開始 如果像這個就是洗漆已經很好 很飽滿已經整個 已經幾乎整個殼都是了 肥美仙科比拇指還胖 黃怡辰靠著這道菜 在台南各大夜市闖出名號 台大碩士返家擺攤 原本只覺得有趣 從沒想過旁人眼光 他們真的會覺得說 你的以後不定 你畢業出你以後 就只能在百夜市而已 他就這樣講 但是我們也是笑笑的 其實祖祖作業是賺很多錢 很多人覺得黃怡辰很勇敢 從繁華都市回到鄉下 沒有想像中浪漫 拉起這一串可不是開玩笑 出海就像上健身房 看天吃飯更是養科人日常 這個算大隻的嗎 可是可以 對 但是肉還好 沒有到 就是套風就瘦的 就很轟大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沒有遮蔽 所以是很熱的 然後冬天的時候你要穿 因為你要下水的時候 要穿那個青蛙裝 青蛙裝更熱 不希望下一代也靠勞力吃飯 家裡出了個台大聲 在鄉下足以光宗耀祖 黃怡辰卻跑回家跟阿公說 他已經辦好休學了 他說你要吃鵝 你也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你都回來了 但是阿公也是有說 另外一句話說鵝 吃鵝 他不會好一點 也不會散吃 因為要先決定 先斬後座 沒有辦法去左右 阿公說這個壞掉了 那請我再去修理 我一拉他就動了 那我就覺得奇怪 阿公怎麼說壞掉 那突然在那個瞬間 我又覺得阿公是不是 他拉不動了 他應該是拉不動了 看起來有些叛逆的決定 其實是不捨從小最疼他的人 阿公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 好像人面很廣 然後又好像講話是很有分量的 所以阿公在我們心目中 就是一個像巨人 或者是很偉大的一個人 心中的巨人也有衰老的時候 已經65歲的黃爸爸 算是這裡的壯年 守著這塊傳承三代的柯田 七股海邊幾乎看不到 年輕人身影 這邊好幾個就跟我們一起做的 有時候都年紀比我大 差不多我這個年齡 因為那小孩子都不接 所以他們也不曉得怎麼樣 就做到不能做 九十歲的阿嬤還繼續挖著蚵仔 孫子從遙遠的台北回到身邊 老家三合院在阿公走了之後 還有一些溫暖 我也是 小孩子做蚵仔 你覺得做一件事你比較開心 對 現在做蚵仔就很好 那時候你還要做我也不開心 對嗎 他們覺得 我也不開心 再來做 他們覺得我們是王 對 你如果像我們特殊的阿嬤吃什麼 頭腦比較好 你就不用去摸這個 叫做蚵仔 七股蚵農都像皇家人 一輩子守著一畝田 看老人家辛苦養蚵 卻只能等盤商喊價 我們在台北念書的時候 我們去到火鍋店 他們 我們大部分都會看 這個蚵仔來自於東石跟布袋 奇怪 我們七股養的蚵仔非常多 也是很多盤商在收 為什麼到其他地方是完全看不到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盤商 我們只有柯農 出去兜一圈的他 有了建立品牌打團體戰的想法 但需要有穩定貨源支持 他開始遊說柯農 由他在網路銷售建立平台 他賣給盤商30塊 但是我用50塊20塊差價 你為什麼不賺 二三十年前 就已經跟這個盤商配合 因為盤商也是從第一代到第二代 所以他們建立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他們覺得說 我給小孩高利 我對不起他 回家還有一項功課要學 就是怎麼做生意 剛開始接洽客戶以為人性本善 結果黃毅辰也是繳了不少學費 那我們接洽到一個中盤 我們很開心 哇 他的量他較量好多好穩定 我們就是想說 是沒有那麼嫌惡嘛 那我們就一直出貨給他 然後他說 啊 我今天 你還把我出兩家 我看他要演 我錢還做給你 然後就這樣一直被積欠 後來被倒了六萬 那六萬可能 對我們現在來說 可能是六十萬的那種價值 你知道嗎 因為在十幾年前 我們的 真的是完全就靠那些 你今天要怎麼叫貨 要嘛 你就是先匯款 我再出貨 不然就是你用貨到付款 就沒問題 開餐廳是爸爸的建議 從十多年的夜市人生 到專心當一家店的老闆 一樣賣生蠔 心態可不同 你在夜市那種價格 瘦客人可以接受 但你在店裡瘦客人就會覺得 比較會抱怨 你可能那個夜市你做不下去了 你去外邊的夜市去可以做的 那你店不可能這樣換來換去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開店是滿戰戰兢兢的 不是餐飲背景出身 要能鎮住一票資深大廚員工 這老闆也不好當 我們比較像是熱炒店 第一可能要會煮 第二可能要會喝酒 那我這兩個都不會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哇 你怎麼會敢去開這間店呢 都不怕被廚師刁難 以前在夜市自由自在 現在一開門就要擔心現金流 其實開店最困難 然後也最無力就是等客人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說 你把東西做好 客人什麼時候會進來 有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很好 但是客人說進來就是不進來 那時候你就會開始有一些 照理啊又 就是很擔心說 哇 下個月的薪水跟貨款 是不是就付不出來 回到鄉下的挑戰 完全不比在台北輕鬆 黃毅誠終於自己勇敢做出選擇 酸甜苦辣一樣夠味